英文老师黄思廷 以结合烘焙的英文教学方式 开设台东手间的英文烘焙法 让小朋友在做点心的同时 也学习到英文单字 也练习对话 将外语灵活的运用 轻松有趣的课程 让小朋友们不再害怕英文 黑板上画着可爱的食谱 但怎么都是英文呢 这是由英文老师黄思廷 所开办的英文烘焙方 以全英文的对话方式 教导小朋友做西点 让英文课程变得生活化又有趣 让我教你如何做 看起来你觉得你在用密集 透过生活化的方式 让同学他能够在做烘焙的时候 顺便练习英文 那你看我们的黑板上 因为我们每天做的东西算不一样 可是基本的材料像 Butter Sugar还有Flower 这是一定都会有的 那他每天去观察 基本上只是课数不一样 所以同学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 他们都可以把这些字都学起来 那我觉得这样学习英文方式 会比较有趣 而且做烘焙 他们动手做的话 他们对一些东西 还比较能够记得 这些英文怎么说 第一天的课程是做法国传统点心马德莲 小朋友们专注地把面糊挤进模具中 到了中餐时间 小朋友们也发挥创意 做出独一无二的披萨 因为烘焙很好玩 因为可以做东西 英文老师黄诗婷将自己对烘焙的热爱 与英文的专业能力结合 把烘焙带入英文教学 让声音的外语变成一种日常 带领小朋友爱上烘焙 爱上英文 记者肖家慧台东市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